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证这个节目 再次呼吁大家能够多些支持这个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用Superfans的功能赞助本节目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广告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youtube和patreon 今天我们讲的是德国之音,德国之声 它是一个专访,直到于曹兴成 台湾除了护国神山台积电之外 还有另一家叫联电 联电在这个IT产业 都相当有名 前董事长曹兴成 最近发表了很多 很好的一些说法 他基本上 基本上是支持 挺台抗中的这种政策 甚至对于Puma,即沈白阳 所做的黑红学院很支持 曹兴成 捐30亿 三年内培训300万的义士 和30万的 战手 去希望 将我们的 年轻人 甚至中年人 学懂 如何去自我防卫 当然在国民党或者一些蓝营的身上 就会觉得有部分人士 就认为 曹兴成的说法 或者黑红学院的做法 基本上是挑衅战争 这种说法简直荒谬 我们今天是有一种 智慧能力 要有一个自我武装的能力 还有 应变的时候 如何去奋勇 攻防应变 杀敌 急救自救 这种事是我们自救用的 自我防御用的 何含 所以我很鼓励 大家参与这件事 甚至有很多 在台湾的香港人的群组 也都希望参与到 这个沈百扬 就是Puma所说的 这个Kuma Academy 黑红学院 Kuma就是日文的红 黑红学院 希望大家训练起 黑红是 台湾的这个重要的生物 野生动物 希望能够 用我们的能力 学晓这件事 我自己 包括台湾香港业会在来 也都好参与到 另一线 为一些在这个地方 读书的 或者工作的 一些年轻人 可以给他们一种 体验 我都知道 现在不方便说 就有些 很懂得 一些 基本的 武术的人 去指导攻防 和应变的能力 就是常看 成龙 红金宝 以前的片 撿起 旁边的东西 就开始打 用武器来打人 用工具来打人 总比用自己的赤手空拳打人好的 当然 基本的一些武术是需要懂的 基本的防身也有需要懂 男男女女都要学好 因为 在这个地方 第一 是有很多 如果你遇到社会治安的问题 你要懂得防御 第二 中共打过来 你要懂得如何去抗御 第三 努力练好身体 学好这些东西 对未来香港 很有帮助 所以三件事 我们都希望合二为一 是给他们一定的一个分裂 说什么呢 说721 为什么一定要跳721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曹兴成 接受这个 德国之星的访问 指出中联版 在他的餐聚的时候 有人亲口 说给他 说给曹兴成 这个有钱老知 找流民公安痛打一顿 香港人就会乖 曹兴成难以资讯 但是呢7月21日的元朗就做了出来 再次证实了 721事件呢 是跟 中共政权 相当有关 那我读一读呢 他就是被访问的一些 说法 给大家知道一下 他说 主持人问他 就是个访问的人问他 就是 你对香港的看法是怎样 他说 共产党 怎么可以对香港人这样子 你答应50年不变 然后一层一层紧缩 香港本来是三权分立 行政立法司法 你将行政拿走了 本来就说他直选 黄牛 还说什么要加个爱国条件 港人治港 变了说我准许了 港人才能够选特首 这个不是叫港人治港 是叫共产治港 所以将行政权拿走了 立法会都是 选举是鸟笼 闹剧 将立法会拿走了 到2019年都是这么说 每次香港想捉谁 好像都要经过一个很麻烦的程序 干出来的送中条例 我想弄谁 我看不顺眼 比如说看 黎智英不顺眼的话 我就将他送去中国审判 等于将香港的司法 完全架空 完全剥离 香港当然抗议了 从1月开始 后来100万人 200万人上街头抗议 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说第一个 就是暴动 就是共产党 第一个就是暴动 第二个 他们亲眼跟我说 中联办的人请我吃饭 说我们找一些流氓来 公安来 把他们痛打一顿 他们就乖了 很清晰 OK 这个就是他这样的说法 接着德国之声那个 访问的人就说 中联办跟你说的 徐英诚说是 德国之声说 中联办哪个 这个是可以 不说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个他隐瞒了 或者不说 这个中联办哪个跟他说 其实那些人 现在很惨 以前是将我当座上宾 现在就很惨了 我跟他们说 你们讲真的 讲假的 为什么可以做这些事呢 7月21号的元朗就做了出来 德国之声就说 所以你在元朗事件前 就得知 他们可以用这样的做法 曹英诚说 我不相信 我看到 我说 不是 这些人 简直 简直 21世纪 警察带了大堆流氓来 拿出棍棒 打击 击打 任何看到的人 德国之声的记者就问 应该是说 香港现在都没定调 这群白衣人 就是和政府有相当的关联 曹英诚说 你当老百姓是白痴呀 你这么多人进来 警察统统不见了 打打打 所有都在录影 打完之后 完之后 警察才来 所有这些人 一个都没起诉 而已经 这个已经每一个人的人念 都照得很清楚了 没有人起诉 就是警察 带来的命 所以共产党就是这样 他暴力又流氓 所以我说 他一个流氓政权 很多事情 冠冕堂皇 解决不了 他流氓打你 就是这样 德国痴声记者 他就问 你刚刚说 跟中联版内部的人士 或者说中国官方 当然 他们不是所有人 都是同样的看法 你是跟他们 私下有一些联系的 那现在 这些联系 你都不理了吗 曹英诚就说 还有 中联版 无事一直劝我 曹先生 不要这样 让我说这些 他说 大家讲讲 还有 没问题的 他聊 叫大家聊聊 在聊 没有问题 那这个 德国痴声就说 那你怎样说呢 曹英诚就说 我说我是做对的事 他当然说 我们这里 你看 大家都很拥护习近平 我说 我好 我好啊 幸好不是我 我不是你们 那 德国痴声就问 这样 不是等于 要跟他们走 不同的路 或者反目成仇吗 我就说 不会反目成仇 因为在我看来 其实很多人 文明程度不够 因为思考太少 读书太少 文明程度不够 不做事 又不读书 那就没办法的 所以这个中间我就说 区别文化和文明 是很重要的 什么叫文化呢 很简单 讲的就是生活习惯 好像我们讲同样的语言 这个就是文化 但文明不一样 你对真有多坚持 你对善有多坚持 你对美有多坚持 那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文明的问题 和文化无关 文明是 是不是civilized的问题 是不是 有个civilization 你是civilized 文明的人的问题 还是野民的人的问题 这个就是最根本的分别 曹英诚说的这番说话 当然 他是整个访问的一部分 访问的前头 他当然是说 黑洪学院 30亿三年 300万的勇士 30万的弓箭手 这是他的训练的过程 亦都希望 他 说到最后 就是 要离开香港 离开中国 他说得很清楚 2019年这件事 对他刺激相当大 他也是因为这件事 看清楚中国的嘴唸 然后完全 醒悟过来 然后完全站在 挺台 抗中的这条路上 否定九二共识 不再说什么 和平统一的可能性 以前他 厄扁的年代 甚至买扬的年代 是相当搞和平统一的想法 但是到今时今日 他已经抛弃了 如果这个是真诚的话 我觉得 郭金时 而作非 周遥遥以轻 让风飘飘而吹 问征夫以前 恨神光之稀薇 绝对是没问题的 OK 可以有这样的一种 精神的情操 是一件好事 也希望台湾 能够壮大这些力量 虽然 曹卿成不是台派 他仍然觉得 中国是大陆的 他不像我说 中国就是中国 他会说大陆的 甚至没有一种大中华的一种梦想在里面 即是大中华交仍然在他心里面 但是他的台派吗 不是 但他起码是一个反共分子 不是分子 反共的人事 反共的意识 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坚持下去 求同传议 抗中挺台 此志不渝 同时 对香港721多个作证 记不记得在721之前 711 中联版的 港澳部的 这个有人事 李继仪 他当时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他觉得中联版 就是 李继仪已经讲不明 就是一定要给他教训 然后看到什么藤条论那些东西 那些石镜泉那些 何君尧又讲说话 然后什么 风中微尘 微博 都讲的话 要得元朗者得天下 整套的东西 无论由中联版的李继仪 何君尧 到这些石镜泉 全部吹出来的风 都是为了一件事 就是为了吹一个东西 共产党正在煽动 党官乡黑 警察 合在一起 做一场大龙风 有警察就没有黑社会 有黑社会就没有警察 无警时分 等到血流成河 用这个地方来威嚇香港人 而这件事 再多个人证 就是721之前 曹兴成听过中联版的官员 他没有据名 据名 就讲这些这样的人 已经讲过要做这些这样的事 就是说打他 吓他 721当日 我当时 就在 港岛一带 又行示威 接着去过这个 西环附近 整个过程 无警 幸好没有打杂肠的问题 香港人没有 没有犯罪的行为 相当文明 我们就不会让他进入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在元朗的地方 在夜晚的时份 爆发721 这个令人发指的 无差别恐怖的 襲击 这个恐怖襲击 究竟是谁做的呢 大家知道黑社会有关 共产党有关 但是我们需要的更多证据 我们很担心 共产党透过 现在香港角色的 传媒 舆论 社会的媒 社交媒体 和学校里面的教科书 完全洗白 完全是洗脑 希望大家 下面的一代 不记得 香港这个反送中运动的细节 甚至觉得 这帮人是黑暴 是暴徒 是香港人 香港政府 止暴制乱 香港人是 搞乱了档摊 于是乎香港人要 止暴制乱 又致及兴 由李家朝始 这种这样的论述 已经在 香港的各大传媒 和学校里面 不断地铺出来 曹兴成这番说话 多多的史料 多多的证据 多多的人证 证明到 有人在这个地方 但我再 希望 呼吁到更多人 认识曹兴成的话 我认识这件事 希望他提交 时间 地点 人物 反正他都不去中国 反正他都不去香港 反正他都没有生意 在中国 他也在访问里面说 他都辅助他的朋友 投资过大陆 他自己联电 和他自己没有生意 在中国 既然断得这么干净 何况 不负自己的意思 将时间 人物 地点 讲出来 对方是你的敌人 中联版是你的敌人 你今天 不讲 你还觉得 是不是要卖什么仗呢 是不是要有什么负累 你不能说呢 如果你遵守的是一个 很迂腐的道德 就是说 是讲过这些 check time rule 这些不可以讲的 但是各位 现在你不是和他做交往 你这个人是敌对 和他打过 今时今日 和你做朋友 在中国那些 都不敢认你了 刚刚啊 曹兴成 既然是这样 不如你自己去到尽 将这个人物时间地点 讲出来 我们香港人 和全部台湾人 都会拍手 都会压手清庆 但是今天 希望你做多些的事 你已经做得好好的了 我不是说 曹兴成 做的事不好 做得好好的了 希望做something more 以前 我读 那沙 is something more 希望你做something more 能够将你的 时间 人物地点 讲清楚 不需要其他证据 你没有录音的 但是你是人证 是个weakness 希望这件事 给到 香港人更多的一些 历史上的资料 和更多的证据 令到 光复香港的时候 在历史恥肉博物馆里面 有你的证词 这个是我的 充心的愿望 除此之外 你会看到 最近 也有很多其他的新闻 不过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下一节 再跟大家讲